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法集中精神 变得更爱说话 这些都是躁郁症的一些症状 去年 家人的离世让28岁的陈奕璇病情复发 一年之间就是我妈妈过世 后来我的外公又过世 所以心里就是不是很平稳 然后在工作上也是会可能说 没有办法像之前那么的集中精神 还有我的可能行为举止也可能不大一样 就好像说比如说我会比较容易分心 然后也是会比平时爱讲话 常常就是睡不着觉 易璇在人事部工作跟老板的关系不错 他决定向老板倾诉 得到的回应让他倍感温暖 他也是很理解地说如果你需要多一点时间去照顾你自己的话 你可以即使你从家工作或者说你就去哪里 不然的话就是公司里面都会有一些训练室 你可以跟我说一声然后你进去训练室里面就是专注注你的工作 其实很多年轻人都不敢去跟同事或老板说他们的不同的障碍或者不同的困难 是因为他们要表现我很能干 我行 我要上位 所以我们怕我们去告诉老板或同事就会显示他们不够能力或者显示他们不够优秀 对吗 所以他们就选择沉浸 他们就选择这几个人来承受这个压力 但是这个压力很不健康 卫生部发布的2022年全国人口健康调查显示 本地心理健康情况不佳的人有所增加 18岁到29岁年轻人的比率最高 每四个人就有一人出现心理健康问题 处外社会服务的心理健康部门自2020年成立以来 过去三年也有较多年轻人寻求援助 这或许是冠病疫情所致 又或者是人们对心理健康的意识提高了 他们目前处理的案例有大约450个 我们会有两个方法来帮助他们的负面情绪 第一个就是坚强他们的抗压能力 第二就是要解决核心信念 比如说我就会觉得我自己是无能 但那可不是事实 所以我们就会解决这些跟他们来了解 他们为什么有这种想法而改变这种想法 来帮助他们应付他们的负面情绪 易璇在中学时期因压力过大 而被诊断患上急性妄想症和躁郁症 服用药物和家人的陪伴 让他的情况好转 他后来也在求职时 分享自己战胜心魔的经历 我还是最终选择去继续念书 然后再进理工学院 finish up我的大学 感觉像是一个positive的一个经历 怎么面试完之后 他们都会说你回家等消息 可是再等啊等啊就是没有消息了 接下来的几份工作 我都选择没有透露 然后就单凭自己的past experiences 来印证那些工作 劳资政公平雇佣指导原则已规定 雇主不应要求应聘者 公开自己的精神健康情况 除非这是跟工作有关的条件 然而人力部发布的 公平雇佣指导原则调查报告显示 在去年更多求职者和职员 因精神健康状况而遭歧视 为了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工作场所 政府将扩大职场心理健康 劳资政指导原则 这包括建立同伴互助系统 和聘请患有心理健康问题 但做好准备就业的人士 汇丰银行是全球企业 职场心理健康合作组织的领头羊 新加坡营运总监陈秋燕说 如果求职者自愿告知精神健康问题 他们会采取包容的态度 假设求职者本身说他们心理健康 这方面可能有一些挑战的话 我们也鼓励我们的经理们 很坦白地把工作的性质跟挑战 全面地告诉求职者 让他们自己能够根据他们自己的需求 来选择是否要进行这份工作 那么一般公众觉得自己公司 目前所实施的心理健康方案足够吗 这个部分我不太清楚 可能是因为我 我没有时间去看这些政策 通常如果那个公司 可以给大家工作从家的话 就会有一点点的工作生活平衡 对我来说我觉得是足够的 不过可能也要看 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需要 有些人可能觉得心理咨询 不会帮到他们 其实我没有用过 他们就是会经常会来发 email这种东西 然后跟我们讲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可以来找谁找谁找谁这样子 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心理健康的政策 比如平台方面或者APP 这是我所谓的硬体 硬体就是不同的活动 不同的对话 让员工们能够自己咨询 跟采取最新的咨询 所谓的软体 就是经理们本身 或者领导人本身 他们必须毫无歧视地 跟他们的员工开始对话 了解他们在职场上 到底有怎么样的挑战 或者是公司能从哪一个方面着手 帮助他们心理健康 创造一个比较适合的工作环境 国家福利理事会和处外社会服务 共同领导的Beyond the Labor 跨越常见退去标签运动 自2018年开始 目的就是要消除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常见 他们也走进职场进行教育 帮助企业正视员工的心理健康 如遵守保密原则 并提供免费的辅导 39岁的吕洁亭也是过来人 她在上一份工作面对巨大的压力 而患上广泛性焦虑症 如今她的工作就是帮忙配对互助伙伴 为有需要的人排忧解难 所以当你进行费支持 当你看到别人 在同一旅程中 分享到他们的经验 这帮助生产生 希望和信心 我能够更加强 在沿路上有灯光 所以希望和 optim心 是一种成果的结果 当你比较开放地去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You are not alone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魔 每个人都有自己在 struggle的一些事情 You will feel better knowing that you are not alone 面对心理健康问题 我们不必孤军作战 除了家人朋友的关怀 在工作中 同事和老板的扶持 也是难能可贵的资源 前线追踪 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 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您也可以到巴士界网站 重温节目和观看更多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